他表示第三季因为货柜行运业的仓位利用率有所提升 再加上航商积极在拉抬运价 因此有利于提升公司第三季的营收获利 台华第三季的营收年增率将会落在5%到10%之间 现在要力拼创下单季历史新高记录 而且累计的营收年变动率也有机会 同时在第三季一举转正